我想拥抱你 拥抱这个真实的世界 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 我们试图用几句真诚的表达 告诉大家关于两个离经叛道者的故事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我没有新闻 没有人听闻 我们当时在五华县 拍了这条芹江嘛 要拼尽所有 换的普通的决断 好乱啊 我们在听了一排 稻草人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这两个人 生于乡中村 流于城中村 在主流叙事的裹挟下 假装动情的歌唱盛事 为自己所会相信的叙述 要其呐喊 但是半年前 他们决定从鬼道里跳出 成为两颗不安分的螺丝钉 厌借了那些开头变质结尾的套路化表达 他们在穷困潦倒中寻求精神上的富足 这是理想主义者的行径吗 不是 恰恰相反 这是现实主义奉行者的身体力行 半年来 我们走遍广东的飞珠三角地区 这是一小片高光下的大片阴影 而我们手中的相机是手电筒 可以让我们在阴影中 记录这些地方真实的模样 然后告诉你 告诉每一个不曾到过此地的人 这些地方 不是宣传片中轻条细选的几个画面 也不是文献资料中的几句刻板画表达 他们有着自己的地形地貌和文化风俗 以及无数个性化的存在 这八年 是我们不断与真实世界碰撞的八年 我们开始关注 思考 我们已经和我们同样从村镇而出的青年 处境何以至此 悲欢为何相通 我们这种偏爱小地方和小人物 专爱往边缘跑的up主 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那么多的美景没有去拍 却偏偏钻进村里和巷子里 拍那些看起来最普通 最没有特色的地方 大家好 我们是玉珍济世 关注我们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片头我们已经用了快半年时间 为什么会有玉珍济世 因为一个奇怪的人遇上另一个奇怪的人 然后这两个奇怪的人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还有一群奇怪的观众 也就是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 愿意花自己的时间去了解 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小地方和小人物的故事 因为有了你们的关注 我们才有更大的动力去偏爱小地方和小人物 这就是玉珍济世存在的意义 除此关注我们的朋友都会收到一封简单的来信 你好呀 这里是玉珍济世 是由两个边缘的人做的一个边缘的平台 这两个人爱朗情避害 也爱萧瑟赫海 爱万物生长 也爱纯木之态 爱色彩缤纷 也爱灰腿暗淡 所以2021年 非常感谢有2567名 不知在何地的朋友 关注着一个边缘的不知名up主 对于一个地方来说 不被看见的确过于扎心 这是我们在第一期节目 站将困在隐秘的角落里的一句话 当时我们从未想过 自己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成了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这半年 我们两个人是轮替失业的状态 只为了有一个人有充足的时间来更新 欲征济世 另外一个人打工 保证经费补给 所以你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这是两个奇怪的人 在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还有一点奇怪就在于 你觉得现在还会有人 去真正的关注村和镇吗 我们去了广东的很多县城 村、镇 特别是村里面 已经很难碰见几个人 在何园 我们遇见的 在稻田里工作的大叔大姐 拍下他们汗流浃背的瞬间 他们不知道在相机里面 自己有多么的美丽 村庄里小女孩和奶奶的合影 他们温暖的笑容是彼此的依靠 在阳江 温村大叔热情地讲述着一块 台风纪念碑背后的故事 这一切都被我们记录下来 我们出现在一个个村 镇、县城里 是他们日常生活里的闯入者 但是 我们不会去猎奇 不会去刻意寻找吸引人的选题和画面 而是 做一个真诚的记录者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等到十年、二十年后 我们的视频 应该就是每一个小地方的真实记录吧 因为当他们的孩子 看到十年、二十年前的家乡 一定也会惊叹 原来我的父亲母亲 当时是这样生活的 随着城镇化的加快 乡村的更新换代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更为强烈 所以 我们要抓紧记录下来 最后 新的一年快要到来 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 跟大家相见 真的非常特别 玉政记事是一个冷门的up平台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明年再见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我没有新闻 没有人评论 要拼尽所有 换得普通的剧本 去着辗转不过陌生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是赶路的人 是杨家的人 是杨家的人 是城市北京的呼声 我不过想亲手触摸 挽过腰的每一颗 留下的石头的脚印 是不是值得 是不是值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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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声音 我看你 我看你 我就会 我看我 我看我